在我身边的这款是魏派在这一届广州车展上面带来的一个全新的车型 它以前叫做巴林 但现在它有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做蓝山 那么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呢 这辆车刚出来的时候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太多人吐槽之前那个设计了 后来呢魏派收集了很多用户的资料 所以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作品 现场看起来的观感呢有点像理想 也有点像未来 它像是一种混合体 前面这里是一个封闭的一格山 真正的一个格山在下面 看起来会有点像现在实际上流行的电动车的一个设计的做法 分体式的LED大灯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LED日行档里面 很多奔驰星辉的logo在里面 我不知道为什么奔驰的logo会在里面 但看起来确实是很有质感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一些细节 这里左右两边好像有激光雷达在这里 然后中间这里会有毫米波的雷达 然后再往后看 上面有非常多的摄像头 你看上面这里 12345 这里就五个摄像头了 再看一下椅子板 一边的椅子板就两个摄像头 所以整辆车可能外面加起来就十几个摄像头 我猜测这辆车上市之后会支持一个更高阶的驾驶辅助系统 OK 我们来看一下车身的侧面 这辆车的车身真的是非常的长 超过五米一的车身长度 然后宽度接近两米 它比很多的MPV的体量已经比较大的了 所以这辆车看起来真的是非常大 它是一个2加2加2 6座的车型 我估计它上市之后它的竞争最有可能是理想的L8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轮胎 它用到的是一个265 45 21寸的轮胎 那么它的轮毂的样式 说实话有点普通 它采用的是一个五幅的轮毂 我们再往后走 好 我们看到隐藏式的门把手 那么由于这辆车的主打是一个高端的城市用车的定位 所以它用到了非常多的一个杜格试条 行李架 窗框 包括门板下面都是一些高量的试条 OK 再往后走 看一下车尾的一个部分 那么相比起前脸 其实它的车尾跟之前的设计是一样的 同样有一个贯穿式的尾灯 然后有一个鱼叉的设计样式在这里 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第二代的CS75 Plus 同样这个灯里面非常多奔驰新灰的logo在里面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这个设计师是奔驰的忠实的粉丝 OK 那么这款车呢 它的内饰现在是开不了门的 我只能简单给大家形容一下 它是一个贯穿式的屏幕 从左到右两边连起来的 然后整个中控的设计其实很简洁 屏幕下面是一块淘宫面板 一些空调的按钮 然后非常的简洁 大概里面就这样 那么大家最关心的这辆车一个混动系统 它跟之前的摩卡DHT PHEV基本上是一样的 1.5D的发动机 然后配一个插混的系统 还有一个两档的DHT变速箱 380千瓦的一个重化功率 官方给到一个加速的数据是4.9秒 然后呢 它匹配一个44.5度的电池 它的WLTC的纯电续航是180公里 如果是满油满电的情况之下呢 这款车续航可以达到1200公里 OK 这辆车的基本信息就这样 以后 类似开放了 试一下 再给大家最新的信息